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前面我们就学习了操作系统的存储管理 那么在这一节课我们就来学习Linux的存储管理 那么在这一节课我们将会讲两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部分是Buddy内存管理算法 第二个是Linux交换空间 首先对于Buddy内存管理算法 Buddy这个单词它是伙伴的意思 所以这一个算法通常也叫做伙伴系统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 这个Buddy内存管理算法 那么这个算法是经典的内存管理算法 它也是实际在Linux里面运行的一种内存管理算法 那么这个算法是基于计算机在处理二进制的优势 而设计的一个算法 那么这个算法在进行内存管理的时候 具有极高的效率 这个算法主要是为了解决内存外碎片的问题的 那么关于内存碎片 我们在这里面再展开来看一下 什么是内存外碎片 什么是内存业内碎片 那么什么是业内碎片 什么是业外碎片呢 其实对于业内碎片 前面我们在学习存储管理的 断业式存储管理的时候 就已经简单的了解了这个什么是业内碎片的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也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那么这个业内碎片呢 指的是已经被分配出去的内存空间 大于这个进程请求所需要的内存空间 那么剩下的这一个空间呢 不能被再利用的 那么这一个内存空间呢 就称之为业内碎片 也称为这个内部碎片 那么什么是这个业外碎片呢 业外碎片指的是外部的碎片 没有分配出去的 但是呢 由于这个大小 没有办法分配给进程 那么这样子的一片空间内存呢 就称之为业外碎片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也通过这个图片 来理解什么是业内碎片 什么是业外碎片 首先呢 是这个业内碎片 那么假设这里面的整一整块呢 是一页一个页面 那么红色的是一个进程 实际需要申请的内存 但是呢 操作系统在进行这个端页式 存在管理的时候呢 只能把这这一整页 分配给某一个进程 因此呢 这个进程没有利用到的碎片呢 就是这一块碎片 那么这一块呢 就称之为业内碎片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这个业外碎片 那么在这里呢 假设每一个红色的是一个页面 那么在这里面呢 每一个页面都已经分配出去了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块小内存 那么这块内存呢 由于不满足一页的大小 所以呢 就导致这一块内存是没办法利用的 因此呢 这一块就称之为业外碎片 了解了业内碎片 以及这个业外碎片 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Buddy 内存管理算法了 那么这个管理算法 它的目的就是 努力的让这个内存分配 以及相邻内存的合并 能够快速的进行 那么这个呢 也是依赖计算机在处理二进制的时候的一个速度的这个特性的 因此呢 这个Buddy内存分配的原则是这样子的 它内存分配的时候呢 默认的每一块内存都是向上取整为二等米的大小 什么意思呢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一个进程需要申请70K的内存 那么这个Buddy算法就会向上取整到二等米之方 然后呢 给它分配这个128K的内存 再举个例子 如果说这个进程需要申请129K的内存 那么将会为它分配256K的内存 因为129K向上取整的话 那么就等于这个256K 同样的 如果申请666K的话 那么将会为它申请1024K的内存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Buddy内存管理算法的内存分配原则 它的分配呢 就是向上取整为二等米的大小 了解了这个内存分配原则 我们再来看一个重要的概念 这个概念叫做伙伴系统 那么这个Buddy呢 它的单词的意思呢 也是伙伴的意思 因此呢 这个伙伴系统是这个算法里面的核心的一个概念 那么什么是伙伴呢 伙伴这里面指的是一片内存的伙伴 那么一片内存的伙伴长什么样子的 一片内存的伙伴呢 指的是一片连续内存中 伙伴是指相邻的另外一片大小一样的连续内存 什么意思 我们举一个例子 假设这个呢 是一片连续的内存区域 那么对于这个扣弦区一来说呢 它的伙伴可能就是这个扣弦区二 因为它们两个大小一样 并且呢 它们两个是连接在一起的 因此呢 扣弦区二的伙伴可以是扣弦区一 扣弦区一的伙伴呢 也可以是这个扣弦区二 它们两个互为伙伴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伙伴系统 那么了解了这个伙伴系统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 这一个算法的具体流程 那么这个算法呢 首先会创建一系列的扣弦块链表 然后每一个链表呢 它的大小都是二的密的大小 举个例子 比如说1KB 2KB 接下来呢 就是4KB 然后是16KB 像是2KB 一直到这个一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巴底内存管理算法 它创建出来的一系列的空前链表 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例子 来理解这个算法的管理流程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面 假设在这个存储空间里面 有一兆的空间的大小 那么对于这个巴底内存管理呢 它的初始化的控弦块链表的状态 是怎么样的呢 是这样子的 1KB 2KB 和4KB的这几个控弦块链表 它都是没有节点的 只有这个一兆的控弦块链表 有一个节点 它的大小是一兆 接着 假设需要使用这个算法去分配 100K的内存 那么怎么分配呢 按照我们的内存分配原则呢 我们需要把这100K 向上取这个2的密 那么就等于这个128K 接着怎么分配 接着我们首先查询 这个控弦块链表里面 是否有这个128K的控弦内存块 结果发现是没有的 那么我们再查询 是否有这个256K的控弦内存块 结果发现也没有 接着我们再来查询 是否有512K的控弦内存块 发现还是没有 接着我们再来查询 是否有这个1兆的控弦内存块 发现是有这个1兆的控弦内存块的 因此呢 我们将从这个1兆的控弦块链表里面 把这个空间给加取下来 然后呢 分配出去 那么这样子呢 这个1兆的控弦块链表 就变成没有节点了 接下来 我们再从这个1兆里面 拆一下512K 放在这个512K的控弦块链表 其余的分配出去 那么这个时候 会判断这个512K 是否已经满足了这个最小的需求 发现还没有满足 因此呢 再把这个剩下的512K 拆成256 256 剩下的256呢 放到这个256K的控弦块链表 而剩下的256K呢 我们再来判断 是否满足了这个100K的最小的要求 发现还没有满足最小的要求 因此呢 我们再拆 拆下128K 放在这个128K的控弦链表 然后再把其余的分配出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再来判断 这个128K 是否已经满足了需求 现在呢 发现满足了 因此呢 这样子就分配完毕了 那么这一个 就是分配100K内存的时候 使用这个8点内存概念算法 分配的整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发现 这个算法 处理这个控弦块内存呢 都是以2的密的这么一个大小去处理的 因为就算机在处理2的密的时候呢 它的速度是极快的 因此呢 这个算法具有极高的效率 那么我们就了解了这个算法 分配内存的过程 接下来 我们再来了解这个算法 回收内存的过程 那么我们的 接下来的例子里面呢 也是回收刚才所分配的这个内存 那么分配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会判断 这一个刚才所分配的内存 它的伙伴 是否在这个控弦块链表里面 发现是在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才会移除这个伙伴 和这个需要回收的内存 合并成一个256K的控弦内存 然后再判断 判断它的伙伴 是否在这个控弦块链表里面 发现还是在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把它移除掉 合并成一个新的控弦块内存 512K 同样的我们再判断 发现它的伙伴也还是在的 因此呢 再把它移除掉 合并成一兆的控弦块内存 那么这个时候 还是需要判断 这个一兆的控弦内存呢 它的伙伴 是否在这个控弦块链表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发现是不在的 因此呢 我们就把这个一兆的控弦块内存 插入到这个一兆的控弦块链表 那么这样子呢 就回收完成了这个128K的内存 回收完成之后 这个算法里面呢 控弦块链表是这样子的 其他的1K 2K 4K 一直到这个512K 它们的控弦块链表 都是没有节点的 只有这个一兆的 控弦块链表里面 有一个节点 那么这个节点呢 就是我们刚才 所回收的这个内存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8点内存管理算法 它回收内存的过程 接下来简单的来总结 这一个8点内存管理算法 那么它呢 是一个经典的内存管理算法 它呢 是基于这个计算机 在处理二进制的时候的优势 所以 这一个算法 它具有极高的效率 算法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解决 这个内存外税片的问题的 那么这个算法呢 设计了一个伙伴系统 那么伙伴系统呢 就可以快速的去合并 一个回收区和一个控弦区 那么这个算法呢 虽然说解决了 这个内存的外税片 但是呢 它其实是将这个内存的外税片问题 转移成这个内存内税片的问题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刚才的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实际这个进程 只需要100K的内存 但是呢 我们却为它分配了128K的内存 那么这个用不到的28K内存呢 就属于这个内存的内税片 但是呢 在这里面 虽然说这个内存外税片问题 转移成为这个内存内税片的问题 但是呢 这个算法也还是大大提升了这个内存的利用效率 因为通常来说呢 这个内存外税片会比这个内存内税片要大 所以把它转移成这个内存内税片 我们可以提升这个内存的利用效率 了解了这个Buddy内存管理算法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这个Linux交换空间 那么这个交换空间呢 也是Linux存存管理里面的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么什么是这个交换空间呢 那么这个交换空间呢 实际上是值班的一个分区 那么这个分区是怎么工作的呢 当这个Linux物理内存满的时候 它就会把一部分的物理内存交换到这个交换空间里面去 使得Linux物理内存有更多的空间去运行 那么这个交换空间呢 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就需要配置的 在装系统的时候会提示说 需不需要交换空间 需要多大的交换空间 那么这个交换空间呢 就是初始化系统的时候配置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实际的系统里面的一个交换空间 那么来到Linux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输入这个TOP命令 那么输入TOP命令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有这个Memory 和这个Swap的输出 这个指的就是交换空间 在这里面有总共的交换空间的大小 有这个还没有使用的 以及已经使用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查询到 这个系统里面的交换空间 它的使用情况 虽然说这个交换空间 可以使得Linux的物理内存 自换到这个Swap空间里面去 但是呢 在这里面 我还是不推荐大家去 使用这个交换空间的 因为这个交换空间 它的存储的地方 在这个磁盘 而这个磁盘呢 它的速度 是要比这个Linux要慢很多的 因此呢 如果我们频繁的去使用这个交换空间的话 我们就会使得这个Linux的系统 运行起来非常的慢 所以呢 在这里面我们还是要注意 避免这个系统去使用这个交换空间 那么这个交换空间 它有什么用呢 首先 它是能启动的依赖 什么意思 对于一些大写的应用程序 在启动的过程中呢 需要使用大量的内存 但是呢 这些内存很多时候 只是在启动的时候用一下 后续在运行的时候呢 很少会使用到这个内存 因此呢 有了这个交换空间 系统就可以将这个部分 不怎么使用的内存数据 保存在这个swap空间里面去 从而示范更多的物理内存 提供给这个系统使用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系统睡眠依赖 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Linux系统需要睡眠的时候 它就会把系统里面的 所有内存数据 都保存在这个swap空间里面去的 等下次这个系统需要启动的时候 才把这些数据 重新加载到这个内存里面 那么这样子呢 就可以加快这个系统的启动速度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大进层空间的依赖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说 有些进层 它确实需要使用 很多的这个内存空间 但是呢 物理内存它是不够使用的 因此呢 需要把这些进层 需要使用到的内存 暂时保存到这个 召唤空间里面去 使得这整一个大的进层 也可以运行起来 那么这一个就是 大进层的空间依赖 那么学校到这里 同学们有没有想到 这一个交换空间 它的概念 与我们前面学习的 哪一个概念非常类似呢 是的 就是这个虚拟内存 那么这个交换空间 我这个虚拟内存 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我们接下来对比的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交换空间 它是存在于这个磁盘的 那么同样的这个虚拟内存呢 它也是存在于磁盘的 同时呢 这个交换空间呢 它工作的原理 是和这个主存 发生置换 那么虚拟内存呢 也是一样的 虚拟内存 也是和这个主存 发生这个置换 但是不一样的是 这个交换空间 它是系统的概念 它是站在Lanus系统的角度 去看待的 而这个虚拟内存呢 它是进程概念 虚拟内存 主要是从这个进程的角度 去看待的 因为我们平时 提到这个虚拟内存的时候 主要是提及 某一个进程的虚拟内存 而不是提到这个 系统的虚拟内存 接下来第四点 这个交换空间 它目的是为了解决 这个系统 物理内存不足的问题的 而这个虚拟内存呢 它主要是为了解决 这个进程 物理内存空间不足的问题 这些呢 就是测换空间 和这个虚拟内存 它们的区别和联系 最后简单的总结 这这课的主要内容 两个部分 分别是这个body 内存管理算法 以及这个Lanus 测换空间 那么在这里面呢 在这个body 内存管理算法里面 我们首先要了解 这个算法 它的原理是什么 以及它是怎么样去 处理这个内存管理的 接着在这个Lanus 测换空间里面 我们重点需要了解 这个测换空间 所谓的虚拟内存的 区别和联系 那么这两个呢 也是非常容易 混淆的概念 因此呢 我们在这里面 需要理清 这里面的两个关系 好的 那么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不 原者 对 böy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